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性和爱之间我特简单 因为刚才小楠几乎已经分析的就是灵力尽致了 我一补充的对没问题 我一补充的就是我觉得一个更原始更本能 另一个能量更强一个能量更低一个能量更强 哪个能量肯定是精神上的 对精神上的对性欲这个东西凡夫人都有 对吧 这个东西是能量用灵性科学里面的能量是很低的 因为里面掺杂着欲念 掺杂着各种东西 领域欲心 爱着这个东西就是无私的东西 对 包括那天我看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古印度的一个古鲁比利瑜伽士 他就说过 他说年轻人特别喜欢我爱鱼 你为什么爱鱼 因为我喜欢吃鱼 他说你是喜欢吃鱼 所以才爱鱼 包括有两个人 年轻人在一起 男人男人说我很爱你 女人说我也很爱你 你们其实这个爱都是鱼之爱 你们相互从身上对方吸取 有道理 有道理 自己 确实的东西 真正的爱的东西 付出 无限的付出 能量再强 其实这也就算是文明的一种结晶吧 可以 我为什么想 我为什么想 是的 反正 把很多本能化的东西 既美好了 然后又变成了一个给动力的一个理由 一个更加最稳妥的理由 但是我觉得这种有的时候文明给的理由 又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又会变成了一种枷锁 它都动态的嘛 一直都是动态的 所以这有的时候本来是 其实本来是一个很高尚的事 所以我们要去辅助 但我觉得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 时间的进程又会变成另外一种枷锁 你就觉得可能你碰上一个人 我就应该是去这么做了 我就应该是这么做 但是其实没有想到自己精神世界是怎么想的 你包括我们这个三十万 我里边就提到一个问题 就当人工智能霸权之后 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不说几集几集不是互联网 当互联网全部虚拟化的时候 第一个点你分不清你是梦着还是醒着 但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每个人在互联网虚拟世界里 都可以伪装自己的性别和形态 性别和形态 然后最终还能通过人工智能 去创建一个数码宝宝 就比如说你可以是一个女性 然后我也可以是一个女性 然后我们在互联网所建立的那种情感之后 我们通过数字计创产生一个宝宝 它既把婚姻打破了 又把阴阳打破了 又把烦恒后代的东西打破了 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发展 现在已经是处在一个就是 更像这场梦了 它这个离心力是越来越难 你不知道它会走向哪里 而且这是一个可以见到的必然 对 而且还有一个最要命的事情 就是什么人每个人当中的欲望 都不是那么完整的欲望 我喜欢四条腿 这些东西你可以在数字里边 数字回来往里面 在虚拟世界里面 可以实现 可以实现 然后有人我生来 我就想成为一个四条腿动物 然后它就变成那样 然后觉得我们俩的宝宝 既要有翅膀 然后还有四条腿 就会有这种问题 对对对 你这小子怎么超强啊 这是可预见的未来 已经不是说是虚构了 我们玩游戏游戏开始前那种RPG捏脸 你就可以各种设定了 没错 其实20年前那种论坛不定是吗 俩人可以结婚 但是你不知道那边 是不是一个在地下室里边 绑挖的一个小伙伙 何止啊 而且你看20年前那时候 不实名字呢 那没错就是俩男的呢 没错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之前给你看过 当然我也想过就是 既然大家都做姚永乐的 你觉得姚永乐跟这个姓 有关系吗 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我也觉得没有 特简单 我觉得音乐是音乐 本能是本能 真的就是这个 音乐是音乐 摇滚乐之所以这么伟大 是因为它赶上了一个 恰到好处的历史时期 然后这个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在那个时期里面 摇滚乐是全世界最主流的 年轻人的流行文化 然后呢在塑造流行偶像的同时 动用了当时所有能动用的资源 其中就包括我刚刚提到生之崇拜 这种 Rap Star 你看现在的这个Rap Star 就这个说唱歌星 其实完全继承了当年Rap Star的那种风格 那个模式 其实就是一个商业化的厂 我没有姓 他怎么会没有摇滚乐 但是没有姓没有人类 反正这个东西 也没姓怎么推广 咱们咱们就跟这个问题 真的就是音乐是音乐 本能是本能 大家还挺理智 怎么说反正就是这个 姓是推广的手段 跟音乐不是那么强的那种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音乐就是做音乐 姓这个东西有很多意思 你喝这个就一定要吃肉一样 对吧 其实你可以跟喝酒 吃肉是你的另一个眼神出的欲望 两者我觉得没有相互相成的关系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你即使 比如说因为我不喝酒 就是比如说喝酒很香 我不需要喝酒也很香 对不对 那你做摇滚乐 我觉得你不需要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来来来来 来来怎样 我觉得两者是完全的观念 只是人 都是人 都是人 来来操作来来混淆 人做的人事 两者在混淆这个概念 其实 其实那个 那个美国当时搞的这个性开放的这个运动 不是因为摇滚而起啊 就是说当时这个性开放这个文化 在在美国内部 其实它的源头 包括当时的一些文化特征的一些时尚走向 就是东方宗教文化哲学的传入 其实是从那边过来的 然后这年轻人就觉得 就觉得这东西当时就是最酷最爽 而且那会儿没有互联网 大家交流的方式就是集会 那年轻人在一起干嘛 男的看女的看男的 就是万古不遍的嘛 而战后嘛原来 还有一个最根本问题 就是我们形容一个文化英雄有多牛 当然不能说他杀敌一万嘛 那你才说他杀敌十人 我们得说他杀敌八千吧 那这妖魔明星来讲他有三个女朋友 我们得说他得和多少个女人发出 我们如何铸就一个英雄 唱唱公司的这些经纪人都很 对对对对 其实就还是就是性成了一个武器了 没错 其实从那个 其实其实我觉得这么说 还是一个就是 就是我们那些可能做幕后的人 的一个小技巧 一个小trick 然后抽取出了人类那个潜意识 然后自己没有太意识大的一个小需求 然后把这需求包装上一种武器 这种宣传的那个利息 然后推广给大家 其实这事儿 我让联想到你这是什么问题嘛 就原来我不是我也是做互联网 后来我当然也调查过 就发现这个如果这个产品 具有约炮属性的话 他就能他就能那个比较快的 那个活着了 就挺可气的 对是是是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让 你看我现在看看美剧一些东西 就是说从以前的暗示 从从接吻暗示 然后呢到借位拍摄 然后现在美剧里大量的 基本上都可以裸入上身了 然后尽量的现在就是把语言和什么 都在放 其实我觉得美国人在在一步一步的 就挖这个坑 就把这个东西伸到最后 但如果最后有一天就是 全部都出来了之后 还怎么去挖掘呢 我觉得就是那种那个所谓的那种 就介绍高科技变态 变态 根据你美人独特需求定制的 就是这种东西 就他其实没那种 有 现在那个国大有的网站 不就是给定制你的那需求的小片吗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 这其实也不像那些坏事 因为这是这种个人体验啊 我就发现 其实因为可能就是西方世界的 这些人接触率比较多 他相反会在那个 你看那个比如说咱们 看猪去骂去去玩就里面玩去 他嫌猪少的 相反的比咱其实国内的有时候少一点 或者说是一个心里的 那明白你的意思 是啊 这就是因为看多嘛 就是见多不挂了 对 而且就好像举例子 我还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个朋友 就是他们七岭左右那样的 然后就早年间去那个 留学去芬兰洗那个芬兰玉嘛 哈哈哈哈 这发现就太可怕了 老师去过 西方人能自然面对他有根 你看西来 对对对 西来神话里众神 大家都不穿衣服 不是乱门 就是这个 包括就包括这个这个 那个那个最高神是吧 宙斯 宙斯有多少个孩子 有多少个这个他女人 他们是生之崇拜一种 对对对对对 但是好我发现这事也去人手段 你说怎么回事吗 人说那些女神 其实并没跟宙斯乱了 是因为就是那个那个 比如某个岛 某个地区不都有一个女神吗 人家想让我们 想让我们沾亲呆过 对 这没办 怎么办呢 说我们那女神跟宙斯生了一孩了 这这也是那叫什么 文旅项目 对对对 那怎么办呢 那那指呢 那要不然怎么要说 我们女神给宙斯 有道理 给宙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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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服务过 没有那指着生孩子是最好的 神这事办的后劲也挺大的 对对对 刚刚连宙斯都扯出来了 你说说 哎 既然 既然宙斯的绯闻都扯出来了 对对对 既然宙斯的绯闻都扯出来了 那大家居然觉得就是 哎 不过来 这带地球吧 比如说除人类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秩序生命呢 或者你认为有吗 有 肯定有 确定 一定已经肯定 嗯 一定 这个毫无止以外 对这个已经就是 像小学算数题一样 是一定有 就是一定有 我就是 哈哈哈 我们都是开玩笑 是是是 我也这么觉得 你感觉这是一种什么形式存在啊 那 嗯 反正包括看一些 就是 美国档案 包括艾斯档案 有些东西都介绍了 有的一些 当正的呀 对 吸引人 嗯 对都听他们说我们那会儿 反正我觉得他们的存在的形式不一样 但肯定都是以人的方式 有的我个人认为啊 咱就科幻一点聊了 嗯 有的是来地球去学习艺术 因为外星他们的有些星球上 我个人吸收到的信息量是这样的 他们没有艺术 只有非常极端高的科技 只有科技 然后他们不懂的这个爱的层次 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层次概念 就是人类的 就是人类的 以人类智慧的这个爱他们不懂 有的是来到这个地球来学习的 这是我看的书里面 还要收集到一些资料 而有的一些呢 就是他们就是心怀不轨 不一样 就目的都不一样 但一定有 一定有 之前youtube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工程师 他也说 说这个问题 反正我们那个三十万其实就是讲了这么一故事 哦 就是地球其实就是一个高等文明的一个实验农场 嗯 然后呢 其实就是大家如果就是多看一下东西就会发现 就是我们不要老理解我们所认为的时间呀 嗯 然后我们看到的颜色呀 你看狗的鼻子和听觉都比咱们高200倍 对 你这个人能观测到就借助科学一气能观测到的东西它有限了 有限了 包括你像这个维度在这个数学的这个这个这个 从分裂啊就就就在数学模型里边都到十二维甚至更高 对吧 然后你又是一个线性的三维四维的世界的那你你五维六维之后的形态 你都不一定知道的 哎 对对对对对 哎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一般都是草 其实咱们就活在这个真实世界的一条缝隙里 对 大家理解这个东西就觉得啊太多了 其实这跟咱们一块聊的问题差不多就后科学时代 嗯 对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些启示啊 嗯 其实就包括这个世界上很多伟人突然间想出来一个东西 突然想出来东西 这些东西我觉得它都不是莫名其妙出来 它某种是信息的传逐 对对对 可能突然间你会有一个什么卷征 或者一个东西破解出来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但是你可以依照它去创造出来一个什么 这东西没有可能 对对对有的有的有的 哎或者说从这个荣格这个研究不就是连接了极地潜意识了吗 嗯 哎从极地潜意识里就是那个云端下载了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客户端的一种 这地球 这个现代的这个世界 对吧 就非常是一个一个模拟器 那么地球十几亿年 然后人类文明才加在一块七八千年 嗯 对吧 七八千年 差不多 规模都没有可比性的 对吧 那人类文明要到二十万年的时候是什么样了 想不敢想象 对对对对对 而且有关的时间的概念也是一个问题 没有 也可能算是硬盘大小的概念 我这插一去提个坏话 你们看那个诺兰的那个信条了 看了 我没来听看 我还没来听看 哎呦呦呦呦 这个要写 那个那个片子我觉得故事一般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看到你尝试里不存在的东西 嗯 就等于说在逆向时间里的第一视角 嗯嗯嗯 逆向时间里的第一视角 对逆向时间里的第一视角 逆向时间里的第一视角 嗯 就等于说 他当时拍的片子 他就说 我就希望来在这个90分钟 180分钟里来操纵人心智 太牛了 就这个太牛了 心条没看 一直没没了解看 就故事我没觉得什么 但确实是 电影其实是这样一样的 但是你的主观意识 全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看着上累 就一边看一边倒腾 脑子里的倒腾 省了要是第一遍看的时候 挺累的 还得看几遍 就是发现了那个 伤减的那个 一个办法 就是逆向 因为说这个宇宙 其实一直是在伤增加 大家老说的 比如说宇宙大爆炸 其实应该是一个爆炸 不是一个伤减模型吗 但是发现这个热力学 来定义发宇宙 其实一直在伤增加 伤增加 对 然后他里边捡了一个 就是他用伤减来解释一个逆 就是逆正反 然后这个反 还不是简单的时间的反 全都是反的 就这个故事其实就这么多吗 你就记住他是这样演的 然后但是你永远是第一视角 嗯 就搞得你就就就就就最后十分钟 包袱埋太深了 但其实还是那么点事儿 你就必须得绕去 你自己绕去 绕明快 回去一定 对对对 回去看了 只要什么 哎我想一个逗子了 你知道人类建造的什么商增加吗 数据 还数据啊 对 他无时无刻在 其实这事儿我还想 Data是在无限的增加 对对对 因为地球圈里资源水资源和地 你比如说那个化学工业 你把石油变成塑料 其实他还是在这圈里 地球说我他妈就喜欢塑料 哈哈哈哈 其实大家老觉得说这块活不下去 那人活不下去 Data我挺喜欢塑料的 哎没啥 但是数据在增长 嗯 数据在无限的增长 走音现在有多少条视频 没统计过吧 没统计过 但是应该也统计过 这其实也是一个商增加的 就是商增加 是 其实小时候这事儿还挺困惑的 我就老觉得 比如说你复制了一个文件 就多了一个 对啊 你还得有地方去存储它 对对对 然后然后有时候 音符流神传给别人之后 又多了一个 是吧 他存储的那个地方是 算理事界吗 算咱们不知道 你存在电档里边吗 不不不 他因为我听说有一个 事件有一个叫大数据的一个东西 叫存在 这个东西 它吸收你 包括每天发 我们每天发的朋友圈 发的东西 它都在储存里面 它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东西 我听了人之前跟我聊的 这个我研究不深 说如果 你身上黑洞边的 时间时间什么 真的爆 爆看以后会什么样 我不知道 是我也觉得 其实有时候觉得 去哪了这个东西 是储存在哪 然后这东西又从哪来的 对 而且还有 我一直 我就老 其实我老思考 你说这给它 山了 山了 它就没了 是吗 是吧 其实数据是人类 一个挺独特的遗产的 是吗 它既不是能量 它也不是物质 你要这么看 它既不是能量 物质 然后你之前就说一个 就是说复制意识 这个问题 我当时就提到 一个人死 你把意识 搁到另外一个 新的身体上的时候 是转移吗 我一直对这个问题 其实它挺博论的 是你从它的脑子里 抽取出来 搁到另外一个 不是 所有的复制和剪切 其实都是copy 对 剪切其实是把之前的删掉 如果说我们把一个人的意识 拿到另外一个机体里之后 其实这是一个复制过程 所以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一变二 但其实复制出来的这个人 它不是你了 是你的另外一个备份 对 就跟刚刚我说传东西的 其实我传给你 你也有了 我也有了 这是两个了 这个挺有意思 你像以后可能就是 全都云端计算 你无论传给谁 其实都是一个copy 对 但是现在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会无限copy 或者不是 你说的那种应该是 你给它一个访问 数据员的一个钥匙 都是在一个数据员访问的 意识和数据的这种 它会一直在copy 如果人类要永生的话 其实你一直在copy 死人的这个东西 其实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数据其实挺恐怖的 要这么说 对 它又不是物质 又不是能量 对 所以有一种什么是 就是读史传说的 不就说 世界是虚拟 所以有一部分人 就其实 其实怎么在运营世界的人 就有一个大的 这个马农集团 就每天在修bug 就因为数据太多了 经常出bug 就每天在修bug 一个马农 然后就是 他就是 他老那个梦游 后来说 有一次做梦 梦那句 什么在写东西 然后最神奇的是说 有人说 怎么着 有人采访他 然后他跟人这个 采访他这记者说 说其实你是被创造出来的 你两个月之前才被创造出来的 那个人说不可能 是我记得的 什么我小时候是怎么着 怎么着 然后人说是 对这些记忆 就是我 说我是负责写这块的 说你这话 是我负责写的那个项目 然后后来说送你一个礼物 在那个 在你的那个邮件里 过了两年之后 说这个采访的这记者也疯了 为什么呀 先过了 因为他采访完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交了一女朋友 一漂亮女朋友 后来之后 他有一天就没打一个人 给他那个邮件 之后打个邮件之后 发现一个3D模型的那女朋友 崩溃了 对 所以就崩溃了 其实你看没有 其实就还是回到 就我一开始说自然神学这 就大家用理性的思维 再去考虑是谁 把这个东西放在这 对吧 他既不是生物学 不是考虑学 不是文明 大家其实就倾向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 到底是谁把这东西放在这 把我们放在这 其实可以 真的可以说 后科学时代 就会往这个神学这边去了 他用辩证法 用哲学的思维去考虑 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 主的存在 会是一个 还挺靠谱的这个解释 行 那咱们那个 金单权聊时间挺多 聊内容挺丰富 我各自畅想一下 就是充顶的这未来 或者说你预感的未来吧 因为今年我觉得 今年大家感知的东西还挺多的 哎呦 其实我曾经跟一个 也是一个音乐家朋友 但是外国人聊过 就说今年你看这个 因为本来就是咱们做这个行人 就会比较敏感 就会有好多想法 好多感受 然后今年呢 好多少了好多事 出门弄的全都是感受 要是怎么很多人都抑郁症呢 所以在这个 这个这么能感受世界 感受或者认识自己的情况下 大家来畅想一下未来吧 或者说就是你预感的未来 预言一个 预言我不敢 预言我 我畅想的未来吧 预言的话 我咱第一没这个能力 第二也不敢瞎说 就是畅想一下未来 我希望反正未来都会变好 人跟人之间能够回到最好 最严实那种交流的方式模式 现在我们都在被信息 这个物与横流这种信息网的东西来控制 我们之间的交流绝对是虚拟的交流 我们没有见面 我们没有见面 就是在靠这种科技信息来交流 我希望未来我们能够 其实我这么说的话更不靠谱了 就更矛盾了 未来肯定会比闲子还要变本家 对 我来两个问题别人能生吗 对对对 靠谱啊 对 很难说吧 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没有太 不敢于自然设想 对对对 明白了 其实我今年的感受应该是特别深 就是说静下来读了好的东西 也体会了很多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会发现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们80后居然出生在一个就是世界会面了一个巨大变革的一个 是前期还是中期不好说 但绝对不是末期应该 因为因为当当当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发现极度的混乱和动态不安的时候往往都预示着下一个变革的到来 这个是一个规律 然后至于互联网会走向哪里之前大家刚才聊了好的包括人工智能会产生的一些新奇的 然后超出我们认知的这种发展方向来我觉得会促使就是咱们刚才谈的这个第三次轴心时代的诞生 什么意思呢就是包括伦理道德法律我们在哲学层面上前所未有的遇到了挑战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辩证的去看待包括现在的同性婚姻虽然我们被社会接受了一部分但还没有接受 但互联网会导致更复杂的婚姻 然后还有这个数字化的繁育和后代的问题 然后呢还要包括很多犯罪啊 我觉得包括法律和哲学还有在人文精神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这个时期诞生出来一个准行 我们今后会以这个标准来继续后面千年的发展 所以至于今后未来会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要看互联网从业者的道德感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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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包括像库哥那天我看那次的拍他有一个道德部门 我觉得互联网从业者的道德感 首先我们要制定在法律上约束不能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的绝对自由 还要保护个人资产来让极少数的人拥有极多的财富 但是把世界搞得这么混乱 包括现在美国处在一个走向内战的这么一个方向 包括西方世界的这种每个人的这个野心 然后包括中国社会在努力的让自己更加强大保护自己 就处在一个就各自为政的状态下 一切的源头都是互联网 我们既得益于他 然后但是呢又今后又被他受到威胁 但错在谁呢 其实谁也没错 但又一个问题就是道德优先 财富第二 我觉得我希望未来大家 无论是互联网从业者 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或者是什么艺术工作者来讲 都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 要吗 对吗 该吗 就这几个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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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嗯 总结挺好 总结挺好 特别好 特别好 对 你既然总结好 我就 特别好 对 对 也挺好 这我们节目就是让嘉宾说爽了 嗯 对 爽 爽 那最后那个看有什么要宣传推广的事吧 啊 就来下班 我们在就就 海底巡演 那个海底巡演 然后一边发专辑 然后呢 大家一定要来现场come进去 不来现场光听歌是感受不到的 嗯 对 就就这样 然后 别有太多期待 有期待的话 你就会就找不到北了 到come的现场就这找不着北了 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 就就这样就这样 谢谢大家 阴天区的五美做的 对 是武力吧 我们上海见识了 那一定是行程去看 五美做的好 然后我们这边 戏机这边应该是明年的年初左右 然后会发一首新歌 把这首新歌 目前打算会纳入那个 《黎积光今天》这张概念片里 然后讲的是关于人 这张专辑 《黎积光今天》讲的是天导 天人 嗯 天人的这个概念主题 然后是人 然后还有一首应该是 《轨道》是《鬼》 然后做一张这个专辑 这一张概念专辑 然后争取明年的这首第二首新曲 跟大家见面 然后我的那个 个人的那个 单人乐队那个计划 也是今年 嗯 争取年底吧 法国的那个《麻醉记》 一场拍 还有国内的那个 《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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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帮我发信 争取年底跟大家见面 到时候 好音乐人 就是 大家见 就是新作品 对 什么东西都说 就是这 穿直 穿直那个 就是 这都是闲聊 这都是闲聊 闲聊反应出这作品 是带着一个方向 对 对 哎 好了 行了 Anyway 咱们就 还是期待 明年起码 更好吧 嗯 辛苦 辛苦了 谢谢 行了 大家就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